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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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我们开始拍了啦 怎么说这里都是Gajang 一百二十多年的一间老庙 是野宫 是野宫 对 来 走进去Fashion一点 来来来 大家来看一下 百多年历史的文物啊 哇 很美咧 有看什么 有看什么 什么 这个是个木浮雕 这个浮雕 也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上面的故事啊 大概就是讲述一些神仙 还有它劝势的故事 总之就是要叫人家做善事 有善心 所以今天我带我老婆来 是对的 我希望你看了这个浮雕之后 会好好做的 哎呀 为什么好像被你的言语 扒了一巴掌的感觉啊 不是 不要乱讲了 好 我先去给你看一下 好像进入历史的隧道一样啊 真的真的 这里有很多历史的文物 有时候走回去 看一下不一样的一些事物 回顾回味一下都好 老婆 去拜拜一下 对对对 我们来到人家的地方要尊重 老婆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石雕药膜 以前他们就是在这里抹药的 所以说这个抹一抹 是不是可以保健康呢 快点 来抹一下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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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是个很迷信的人 没有 哎呀 有信有波笔吧 我们看多几下 我们要去吃东西了啦 饿了啦 你不提我都没有饿 你一提我就饿了啦 老婆 难得去到外地 要吃就吃最好吃最道地的 你说好不好 好 果然是我的老婆啊 就好像啊 珍珠要买就要买最大颗最贵的 那可惜这一条好像很小很旧 哎呦 你看 我们今天要去的那一家茶餐室 就在那边罢了 老婆你看一下 哎呦 这个茶餐室真的是很有道地的feel啊 这个是大家熟悉的茶餐室的样子啦 你看他们有卖炸饭的 啊 又有很多的面当 那个 巨无八咖里面就在我后面罢了 哎 我好像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哦 熟悉的背影是我是吗 我要给人家看你的背啦 OK 好 我们去看一看 你看到吗 看到吗 是不是这里 这里 这里 哈卡哥王张少林啊 不好意思啊 他在吃这边 哎呀 不好意思啊 请问你是不是那个客家歌王张少林啊 没有啊 又有很多 哎呦 真是哦 有这样讲吗 那个偶像啊 没有啊 有这样讲啊 你在吃这边的巨无八咖里面啊 对啊 我生来的 我后面阿相接受我来的 哦 好吃没有 哇 虽然虽然有点好重的 少林国啊 好重一趟你从哈卡哥的啊 你做不做呢 做半条鸡蛋来唱 哎呀 天啊 平时我们 在台上才可以看到 阿婆不要含脆 阿婆不要含脆 对吗 哇 你 这是你立刻 創作出来的歌来的是吗 一两句創作啊 我们不要在嘎卡哥少林哥吃变了好不好 谢谢你啊 少林哥 你看 你看 像不像唇掌咖喱面 哎呦 你不要影响我的胃口啦 不是啦 你看 巨无八度人 巨无八咖喱面 要唇掌咖喱面啊 你的像吉比拉 他比较厉害啦 是啦 来来来 我们吃啦好不好 等一下 我听到那个肝撈面 呼唤我的名字 他的这个肝撈面啊 感觉上哦 不会油油腻腻的 而且啊 你看在翻它的时候 有多样多样多的弹性耶 嗯 我很喜欢它的面的口感 咬下去还有条条分明的那种弹性弹牙的嚼劲 它的调味啊 黑酱油是属于蛮高级的那种黑酱油哦 甜中带点咸 而且是有香味的那种 嗯 所以刚刚你吃下去的时候 你就是有一种好像很温暖很舒服的感觉 你一吃你就知道它的味道啊 不是来自随随便便放个酱油就算了那种 没有马马虎虎出现在这个面条上面了啊 它这个酱油刚刚啊 不会太甜也不会太咸 有吃到它叉烧吗 老婆 这个叉烧跟我们平常吃的真的不一样 不是那种入口即化的 也不是那种甜而带腻的那种 这个呢 吃起来 我吃到瘦肉的部分有一种瘦肉的嚼劲 然后它的那个甜的味道呢 有点像吃肉干那种甜味 还有那种香气哦 你看我老婆已经是被人吃家了 如果你吃半肥瘦的叉烧的话 它的外皮有点烧焦 然后它的那个脂肪的部分一咬下去 那个油就逼出来哦 立刻融化 还有它的瘦肉够入味都香 可是不会腻的 这个就是它很厉害的地方 这个冷的不好吃了 我们要趁它还有瘦可以赶快吃 哇 这个是鸭蛋炒果条面 然后呢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鸭蛋还是鸡蛋的 如果你吃炒果条 一拿上来就嗅到那个瘦可以 那个香去的话 它已经成功一半了 我对它很有信心 不油腻 有我黑 OK 这个炒鬼调啊 炒到它这么有我黑的呢 实在是很难得 然后它们用的那些酱油和酱油啊 其实都是属于比较清新的 所以当你吃下去的时候啊 它又没有干干的感觉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感觉罢了 好吃 货酱 你要炒到有我黑的 又不会油腻 然后又把这个蛋炒到有味味 恰恰恰 就有家庭的味道 来来来 现在我们吃这个啦 来 喝一下它的咖喱汁 好好喝 各位朋友 你们如果来咖喱 一定要来试试看这个巨五八咖喱 首先它的咖喱汁啊 喝下去的时候 不只是有咖喱的香味 椰浆的香味 它还有一个生奶的香味 所以它是更香滑 而且它是浓稠的啊 但是啊 不会腻的那种感觉啊 你知道吗 有一种咖喱哦 是它真的是浓到你喝每一口 你可以喝那种沙沙粉粉那种感觉 是 可是这个不是 它是比较汤水型的 我听老板说啊 这个咖喱汁哦 是它吉隆坡的外婆的Recipe来的 哦 哎哎哎哎 你说这个 看它好像是哪一道是北马的婆婆啊 哎 它的Samba Samba 所以是婆婆的Recipe 外婆的Recipe 婆贝籍的 来 我们吃下它们的料了 哇 好多料 哎呀 我要吃烧肉啊 诶 听说里面呢 有炸的云吞 也有煮的云吞 这个烧肉啊 一点都不随便不马虎耶 吃下去的时候外皮很脆 很搭这个咖喱 虽然是放在这个咖喱汁里面的 可是它这个肉啊 还是蛮大块的哦 不是什么糊弄的那种小小块的哦 老婆 你快点吃下它们的面 它们也是用云吞面的哦 可是放了这么久还OK吗 还OK哦 虽然这个云吞面 浸泡在这个咖喱汁里面很久了 可是我刚才吃下去 还是有口感的啊 而且因为吸收了咖喱汁 更加的好吃 第一站 虽然说我们没有去到很远的地方 可是咖喱就是一个很美好 很多美食的地方 我相信咖喱的朋友 都是这样认同的啦 对不对 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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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嘿呦哦哦 我竟然扭到一罐三八不拉酱哦 嘿哈哈 大家看到这些扭蛋的游戏机啊 是不是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我们也小的时候啊 就喜欢这种扭蛋机的啦 说回正题 为什么会有一罐三八不拉酱在我面前呢 因为刚刚我不是讲了嘛 他们的巨无霸咖喱面啊 除了说有放那种咖喱粉啊 生奶 椰浆等等去煮啊 其实当他要上桌前哦 他会放一两汤匙这个 Samba Blah Chan 再去煮那个汤 所以他会变得更香哦 老板讲啊 里面有葱油 辣椒干等等的配料 难怪这么香 这个Recipe要学下来哦 我们是要来拍个戏是吗 我跟你讲 这次我们在Kajang 就真的好像是那种游山暖水那样 刚刚我们一路走来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觉得 这个荒山野岭的地方 有好吃的餐馆了吗 担心一下 可是我们远远就听到那边有歌声传来 然后就看到这一家餐馆啊 你们看 你看走进来的时候也会自己走错路 真的 你不要担心 你跟着我们后家去找吃呢 就一定找到的了 来到这边哦 你还会看到一个很壮观的场面 哇 这边有很多椰壳 椰壳山 它肯定是用很多椰子来烹调美食 因为今天我们要吃的东西哦 是跟烟熏有关的 就是有这个烟熏鸭跟烟熏牛肉 哇 还有烟熏鱼啊 哇 是不是很期待啊 好像都是用椰壳来烟熏的哦 而且看起来没有腌制过 哦 刚刚我就看到他们在那边烧那些烟熏鸭 其实是烟熏罢了 不是拿来烧哦 哦 你看 最后就别吃酱料了 烟熏鸭肉 烟熏牛肉 好像很少在马来西亚吃到鸭肉哦 那是真的啊 我听老板说啊 他要带起这个马来同胞吃鸭肉的风潮 所以你说这不是很马来西亚的一种感觉吗 大家互相影响 人化啦食物都是这样 来 吃一下这个 这个就放了很多的椰浆 一天要卖200公斤的椰浆的 吃下它 吃的 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浓很浓 这个椰浆很香滑很香滑 可是你不要以为它就只有甜甜的椰浆香味罢了 里面还有一些辣椒啦 一些调味料的 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那个鸭子啊 烟熏过后啊 哎哟 Smoke that in your mouth 很香 那那个烟熏的烤过的那种香味啊 有在这个le m'a 里面很香 也不会吃了那种很腻的 因为它有很多香料在里面嘛 然后这个鸭肉呢 我本来一直在想 它会不会烟熏过后呢 它变得比较干身 不会耶 它的鸭肉还有鸭香味 咬下去的时候 因为它也吸收了这个le m'a 这种比较浓稠的汁的味道 所以它也是很滑 它们其实是用那个椰壳 来烟熏这个鸭肉的 所以它有一种另外一种香气 很多时候Smoke that in their mouth 很咸的 这个加在一起刚刚好啊 因为它没有腌制啦 就这样子天然的拿去烟熏这样子 刚才我吃到它那个皮的部分 哎哟 还是有脂肪有油分的 只要你是马来西亚人都会喜欢 所有马来西亚人都会喜欢 你吃牛肉啦 这样我吃这个鱼啦 你吃鱼啦 然后这个辣椒啊 可以配在一起吃的 哇 你知道吗 这个鱼啊 你可以选你要蘸这个le m'a 还是要这个辣椒 哈哈 老婆你这样喜欢辣 你多吃点啊 等下你不要叫救命哦 哈哈哈哈 我不会叫救命 我会叫水 哈哈哈哈 还有你看这个烟熏的鱼啊 真的不一样耶 它皮看起来就比较光滑的耶 先吃一个原味的 这个鱼肉也是很新鲜啊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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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蘸酱料的你吃哦 就是鱼的香味 还有那个烟熏过的香气而已 就这么简单 这个鱼 所以呢 你要配合一点点辣椒 有没有 它这个辣椒不得了啦 有小辣椒 有阿桑啦 番茄啦 大葱啦 等等的啊 我喜欢吃的 啊 你吃鱼的酱料吗 满满满满 我喜欢吃的 吃的 哪里只甜 那有阿桑的酸啊 还有巴拉酱的香啊 对啊 然后 有时候吃这种鱼的酱料 它就是一层不变的味道哦 然后会让你觉得 哎呀 可以不可以来一点新鲜的 刺激的 哦 这样有时候人家讲 我老婆的头发 看来看去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可以换一下吗 可是 换了就不是夫人 哈 懂不懂 夫人的头发 是不能换的 它就只有独一无二 等一下 等一下 你 我的头发跟这个巴拉酱 有什么 什么关系啊 就是这个比喻啦 哈 老婆 这个虽然也是勒马克的 可是 你知道烟熏的鸭 跟烟熏的牛肉 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所以它跟这个勒马 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啊 产生的化学效应用 完全不一样 嗯 这里的这个牛肉 它稍微硬一点点哦 可是一吃下去的时候 哎哟哦 牛香味十足 而且烟熏过的 咸香咸香这样 很好吃 它不会好像中口味道 你受不了的 它的味道就是我们 也会喜欢的味道 对 这里的厨师太用心了 因为这个勒马 它已经非常的浓郁了嘛 很有味道了 所以这个牛肉 就让它原汁原味 这个不是马来西亚人 介绍给我们的啊 谁介绍啊 我们都是看到那个 国外的YouTuber 他有说啊 有介绍到这里来嘞 已经红到海外去了 这么红啊 对啊 哎哟 哦 了不起耶 哦 哎呀 我流汗了 老婆帮我骂一下 那边有厕所自己去吧 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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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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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家教的 干吗那么采人家植木啊 哎呀 像我没看到哦 你不要大惊小怪啦 这里种的啊 都是可以拿来吃的乌拉姆来的 生吃的菜啊 你懂吗 这是老板呢 特地种给这里的食客们 所以你来到这边 如果你要吃最新鲜的乌拉姆 你先拿来采咯 不用给钱啊 哦 当然啦 虽然人家讲免费 你不要来到这边啊 就只是采这边的乌拉姆 人家也是有卖的啊 哎哎哎哎 香蕉树 哎哟 要采吗 走走走 去采香蕉 这么快就来到最后一站了 我真的是很好奇哦 我们明明就是有司机 有付钱请的啦 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走这么多路 不要这样啦老婆 我们在拍摄啊 你要让人家知道 怎样走去那个地方啊 而且多走路对我们健康都好吗 你看最近你肥了我瘦了 这样子就刚刚好了啦 多走几步你不要出生来 好不好 是这样子啦 这样等一下哦 我们从卡教回去披着 你用走的咯 不要啦我瘦了啦 你走了 来来来 让你瘦到好可以去参加比赛 不要这样 你看这里的装潢 是不是猜到这是一间印尼餐馆 是啊 而且这间印尼餐馆 它有八九分行的啦 哇 真的 很受欢迎哦 感觉上哦 然后你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pontot 这个pontot里面哦 摆满了不同的chili sambal 哦 Sambal Pratayadur Sambal Goreng 好像总共有七种sambal可以选的这里 那听说 我们要来这边挑战一下它的辣度的哦 懂不懂有多辣啦 我一定可以啦 辣 妹子辣 跟我一样辣啦 这个Sundanese美食 起来吃饭啦 Sundanese美食啊 哎呀 你们拍摄里了都不叫我起床啊 哎呀 这里很舒服 好像去的kampong那边啊 刚刚我好像听到讲什么辣妹啊 对 辣妹呈现Sundanese美食 这是印尼餐耶 这个非洲鱼 它是张开了翅膀 要展翅高飞的样子 对 你知道它的名堂是什么吗 Talapia Kipas 扇子 是啊 扇子鱼 因为开棚了嘛 你听Lambut Kipas 呵呵呵呵 我很像哦 这个鱼啊是从苏埃巴汉来的 这个非洲鱼 野生的不是养的 对 Sundanese美食 首先它们的非洲鱼够新鲜 没有什么非洲鱼的腥味哈 然后它的炸粉我觉得有一点点 好像炸鸡粉那样的哦 它调过也有咸度也有香度的啊 五块碎刚刚吃下去够脆啊 然后鱼肉还是有点滑嫩的啊 非常容易吃啊 又没有骨头 然后最主要是没有那个鱼味嘛 真的够新鲜 好吃跟我的头发一样出色 还有它炸这个旺菜好像也是很脆这样啊 我发觉哈 虽然它们讲这是印尼的美食 可是它们使用的那个调味料或是炸粉 有一点点华人的因素在 所以吃下去有点熟悉感哦 好像那种五香粉之类的哈 这个菜也是炸得很脆哦 很好吃啊 来这里呢一定要点它们的招牌哈 Aiyan baka 它们用Aiyan kampong的 还有这个Pepek goreng 什么是Pepek goreng 就是鸭子啊 拿去炸的 其实你可以选你要炸还是你要吃Bakka的都可以 这个呢叫做Nasi Liewit 是用这个Dawn Pizzan包裹着的 里面呢它有放这个Margarine 然后有用Herbs啊 还有用这个辣椒下去煮的 那我吃这个你吃这个啦 Nasi Bakka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它这个有烤过 烤过 那个味道有出来耶 那个香蕉叶烤过真的很香耶 它很像我们的海南鸡饭 有油这样子的啊 它是用Margarine嘛 可是里面还有放了一些香料 吃下去粒粒分明之余 它还有一点油润油润的感觉 够香好吃 我很喜欢 最主要就是 它有烤过的那个叶子的香气在里面 Dawn Pizzan的香气 它有混合了一种竹筒饭的那种感觉 对 这个鸭肉炸得很香耶 而且看起来就是很脆哦 很有光泽哦 哎呦 嘖嘖嘖嘖 哇 很香啊 这个鸭肉啊 它虽然是炸过 可是它不会干 也不会很油 咬下去的时候有弹性的 而且它的肉哦 不会柴柴的啊 我觉得它们真的做得很好耶 那我要吃吃看我这个烤鸡 它主要的味道是那个酱油 所以它是烤过的酱油鸡 而且它这个酱油呢 偏甜一些的 来来来 我来试一个蘸辣椒的 它这边有很多辣椒 像我一样辣的 这个辣椒呢 叫做 Sambal Chibiu Merah 先蘸一个没有这么辣的 好 来来来 哇 这个有放一种辣椒 然后有放番茄 还有放这个 Cermane 就是罗勒叶的一种啦 我觉得不会吃辣的朋友 会把它当成是中辣 而且是香的 有带一点点甜味的哟 配饭吃一流 再配这个鸭肉 更加的转口啊 我要试看这个 特辣的 这个Chili Sambal 叫做Chili Cerrit 它有用三种辣椒耶 看看会不会 Cerrit啊 首先 舌头是比较麻的 然后辣和香 还好啊 不累 不累 吃不累 吃不累 之前那个Garry跟Orig 他们好像有吃过一个 类似的印尼的那个辣椒饭 这个比他们更辣一点点 没有这么油 可是里面好像有加了 另外一些香料 另外一些调味 所以它的味道 更有深度一点点 然后现在我喝了一点点 我的冷饮 嘴巴还是在燃烧 它真的有放不一样的香料在里面 跟我们平常吃那种 Sambal Barajan的那种Sambal 不一样 又辣 又想一口接着一口 接下去吃耶 我觉得这个Sambal很值得吃 鸭肉或者是鸡肉 都属于比较舒服 不会让你刺激到的一些食物 可是你加了之后 吃下去 就会对它念念不忘的 这个就是刺激的元素 然后这个好像蛋饼啊 面糊饼这样子 有点一酥酥啊 蛋香味这样 很好吃 我跟你说 如果人生不敢什么冒险的话 吃点辣椒 就做一种冒险了 各位朋友 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好吃的美食 或者是餐馆 记得E-mail给我们 Hodja 我们有机会就去拍摄介绍 我们真的很有诚意的 记得是好吃的 不要让我们真的去冒险 谢谢大家 怎样 你老公我是不是很贴心 带你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来 是制作主 是制作主带我们来的啊 讲第一 讲第一 那刚才我说的又香又辣这个samba cherry 是什么辣椒呢 他用了什么香料去做的呢 村长夫人跟你说 这个长得像姜的是什么姜呢 这是control 高粱姜 这个高粱姜呢 是让这个samba呢 增加它的香味的其中一个原料啦 还有还有 Come on 我查了一下 就是一种罗勒啦 可是跟我们吃的那种pesto的那种罗勒是不一样的 它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让我来闻一闻 你搓一搓之后 闻一闻 你会觉得似曾相似 好像在某一种 会让你舒缓喉咙痛的喉糖里面 闻得到 这两种香味在这种samba里面呢 就会增添跟平常不一样的香味啦 所以啊 这两种材料呢 是这个samba 和主要的材料啦 好 你来到这一间吃东西哦 一定要尝一下这个 Extra Bada's Samba 好了 好了 好累了 好香